大家有没有发现途中右边春石湖花的与众不通之处吗? 就是这个 没错,这个花下面长出了小根 而小根一般只是高芽会长,花是没有的 这个视频就讲和这个现象有关的春石湖开花的秘密 春石湖好养好繁殖,但不好开花 一个不小心,小芽点很容易长成高芽,而不是花芽 而且春石湖不像澳洲小石湖 澳洲小石湖是花后才长高芽的,不影响看花 可春石湖长了高芽,当年就没花看了 像我这棵从小苗养起的金柴石湖,也就是春石湖 在第三年的时候,由于犯了一个错误 小芽点全部都长成了高芽,当年一朵花都没看到 惋惜之余呢,就归纳了一个流程 去年试了试还不错 现在悉尼又到了要加小芯的秋天季节 所以就在这里处理的同时,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先按时间逐一说明我的流程 然后在这个视频的最后,会给出全部步骤 这样就方便有兴趣的朋友了 首先在初秋时节,也就是澳洲的三月中 要停止所有施肥 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提醒春石湖 您该停止长叶子了 春石湖一般到了季节变凉的时候 自己就会长出中指丹叶,像这样 但也有不乖的,还会继续长叶子 而停肥就可以提醒,让它得到信号 转而长中指的丹叶了 这样过了一个月,到了秋中 也是澳洲的四月中 开始需要减水 从这个时间起 我就基本不给春石湖浇水了 水龙头喷水的时候呢 就把它们跳过去 因为是在室外路亚 还是会有雨水的 所以就在盆面上加一个纸盖 这样植株还是有一些雨水 可是盆面来的水就少多了 另外在同一时间 我会让春石湖尽可能多的晒太阳 植株不太挤的话 阳光呢,会让植株多长花芽 太挤就只长在底上了 这样,经过断水和加大光照 秋末左右就会看到小芽点 在枝干上长出 当春石湖 当春石湖开始长小芽点的时候 就需要开始低温醋花 就是保持夜间温度低于13度一个月 但这个呢,不是我要说的重点 我的重点是在醋花时 这个时候的白天不能太晒 根据我第三年全军覆没的经验 小芽点全日照超过两三天后的曝晒以后 它们就通通变成高芽 而不是花芽了 在视频开头 看到小芽点可以长成左边的高芽 也可以长成花芽 甚至是有根的花芽 所以在这个时间特别特别要小心 这样春石湖在没有曝晒的地方 促花一个多月 它的小芽点就会长大 长大一公分以后 花芽就基本固定变不了了 这时候大概是在冬季中间 也是澳洲的七月份 所以一公分这个指标很重要 这个以后呢 就可以给春石湖慢慢恢复正常管理 浇水啊,施钾肥 搬回原来的地方晒太阳了 然后就容易了 在冬末就可以看到长大的花芽 和在春天盛开的花儿了 这里呢就是我让春石湖长花芽的流程 供大家参考 对应的时间呢 在南半球是三四五月 北半球呢是九十十一元 这套流程去年呢 试了一下还是不错的 金拆石湖开的不错 另外一些杂交的春石湖 可能比较容易开花 但用了这个流程 花也开的更多了 现在是五月份 是澳洲的秋季了 秋末了 我就再照着这些步骤走一遍 验证一下 到春天后 还会把结果再向大家报告的 就像我视频第三集和第八集里介绍过的 春石湖很好养 也很好繁殖 唯一的挑战呢 就是让它长花芽 而不是高原 以前我也在网上查找过各种方法 但很多呢 是有听有看没有懂 希望我做的这个视频呢 能对大家有点启发 也请大家留言指教 互相交流 好吧 就此打住 祝各位健康开心 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周再聊 再会 请不吝球